阿联酋国民报网站5月6日发表题为 美国必须找到实现中东地区和平的心路文章 作者是该报专栏作家詹姆斯·佐格比 全文这边如下 作为报复 伊朗上个月对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 美国对此的反应既可以预测有毫无益处 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将以色列提供更多武器 同时呼吁降级局势 这些举措玩好了说是彼此矛盾 玩坏了说可能加剧现有矛盾 读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媒体的评论 以及美国和西方决策者及分析人士的言论 更让人苦恼 一些阿拉伯人称赞伊朗是在展示力量和威慑 与此同时 以色列大肆宣扬他们和盟友 用来压制伊朗此次袭击的防御武器如何有效 西方鹰派的反应也带着类似的祝贺语气 他们先抬高后便滴伊朗的攻击 同时暗示以色列唯一有效的回应 是采取更多行动压制伊朗威胁 一位英国退役将军明确说 以色列现在必须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报复 因为这是打败伊朗的唯一途径 他指出 有限的反应只会鼓励伊朗再次发动袭击 这种观念短视其威胁 是时候应对现状 尽管有些人希望如此 但以色列和伊朗都不会被打败 这样徒劳无功的努力 会给整个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 两国都拥有可观的武器库和盟友 能够造成巨大的破坏 不仅使无数人失去生命 还会给尼凡特地区和阿拉伯海湾国家带来经济浩劫 大中东需要和平与稳定 而非更多冲突 这不会通过更多的武器和更激烈的敌对来实现 如果我们从历史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那就是该地区的对手们不会被打败 冲突 要么给他们壮胆 要么使冲突的根源转移为更加致命的新形势 为了应对美国在政策上缺乏连贯性 即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受到削弱 中国的崛起 以及阿拉伯国家继续面临的地区威胁 几个阿拉伯国家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 寻求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以保护自身利益 他们发展与伊朗的关系 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 同时继续与美国保持关系 并且向以色列示好 现在加沙爆发毁灭性的战争 以色列和伊朗又发生冲突的危险 美国没有找到建设性的前进道路 却重拾过去的失败政策 不能再继续加剧冲突 恶化不安全的局势 必须找到一条新路 中东地区国家需要和平与稳定 他们需要能够从地区合作中获益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得改变方向 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工作 为和平与稳定建立一个地区安全框架 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工作 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工作